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現在有一個數列 它的一般項是乘這個規則 那麼他說下類敘述何者正確 A 他說這個數列是等差 公差的話是等於8分之5 這個你可以直接全部把它合併起來 這個合併起來的話 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 這是我們把有n的全部收集起來 這個係數是1 1減掉多少呢 2分之1 加上4分之1 減掉8分之1 n 再來呢 減掉多少呢 這是加1減了 加多少呢 1減2 加3 減4 這個的話 你把它合併起來的話 這是2分之1 加上8分之1 2分之1 加上8分之1 這個等於8分之5 8分之5b 8分之5n 加1 這個算是公差機 加多少呢 加這個 加這個 加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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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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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8分之1 加5 加2 8分之5n 所以 8分之5n 為 公叉是8分之5 所以這是一個等差數列,公差是8分組,這是對的 還有另外一個看法,另外一個看法就是說 這個把它看,這個數列看起來是這四個數列相加 這個數列它的公差是1 就是這個第一,這個數列它的公差是1 這個數列它的公差是1-2分之1 這個數列它的公差是1-4分之1 這個數列它的公差是1-8分之1 那四個數列都是等差數列,你把它加起來的話也是等差數列 你把它加起來就是這個數列 你把它加起來就是這個數列 這個數列也是等差數列,它的公差就8分之1 那它只要算公差的話,你就把個別的公差全部加起來 那這一項事實上就是這一項 加起來就是8分之5 所以這是一個等差數列,公差是8分之5 所以A選項就對了 所以答案的話應該選A 其他的話像B的話,等差數列公差負荷是不對的 其他它都是等比,這不對的 這個數列是等差數列,而且公差是8分之1 這個數列是等差數列,而且公差是8分之1